你为什么总没有自己的主见呢 别人说一句你马上就想到了 是啊你为什么可以说喜欢他呢 是啊你怎么可以送香水给他呢 你为什么总来没有主见的呢 那本来就是这样的 那所以说王芳其实今天来或不来 他说什么你都会信 你无条件支持王芳对吗 我不知道 请问你知道什么 你知道你来干什么吗 我希望我女朋友回到我身边 就是王芳即便有什么 你也支持 即便有什么 我也希望他回到我身边 我都说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咯 你好累呀 你这事还没解决呢 你都管到别人家下来了 你不要老是怂让别人行不行 我拿你怂让我 好接下来我问你几个问题 不是你问这样吗 虽然我没有问题问你了 你无条件支持 我没有问题问你的 好吧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看看王芳会不会来到现状 五四三二一 起刑见 哎呀 找的还挺漂亮的嘛 不要乱想好不好 来你站着 好 难怪你会想 你要站哪儿 我站在边 你自我介绍一下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王芳 今年21岁 好 你手上哪儿 这个是 这瓶香水就是这个 我再看一下 可以可以 我是没有用过的 你今天为什么带着它来 我今天带着这个来 也主要是为了把这瓶香水 因为这瓶香水可能引发了他们两个之间的 所以我就是想乌归原主把这瓶香水还给他 你当初是什么情况下 他送你的这瓶香水 当初因为我们本身也是一个合作伙伴 我在工作上帮助过他 然后后来他觉得就出于感谢吧 就再三送我瓶香水 后来我就接受了 再三送你就接受 那你这么 你自己是一个随便的女孩 接受香水怎么随便了 你就是不应该接 就算他再三送你 你也不能接受 对我觉得 现在我也是时候 把这瓶香水不归原 你现在还能帮他说话 你什么意思 你现在是在污辱我吗 他拖起来毛衣又翻了 知道吗 爱胡森又翻了 现在我把这瓶香水还给你也不是 我收下也不是 那你觉得我怎么办才 才让你不生气 那方方那你也不能 我觉得这瓶香水你们还是收下吧 我不能再把这瓶香水 我都是客户了 我真的不能拿下了 因为带给你们这么多误会 我实在是接受不了了 我这个女孩 自己拿着吗 我不拿 那这样吧 好吧 都不愿意要放过来 我也我也不会要的 我我送给你 师傅我现在变胖了 所以你嫌弃我了 他现在比我漂亮是吧 比我年轻是吧 我有说过吗 我有说过 我有说过说 你看你还是跟他说没关系 你看你们娘刚刚多亲密 他娘他刚怎么了 我就是不能忍受 我不管你信不信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 我跟你男朋友之间真的只是合作伙伴 我们也只是在 合作伙伴你半夜打电话 反映话是那天刚刚好 是不是我们旅行社有一个顾客 好像有问题 在他们酒店住有问题 后来就紧急情况 我也是没办法 这个我理解 这个我理解 就是比如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交接问题 紧急情况 这个车票问题等等 都很有可能 而且为什么 为什么我给你打电话 你一直在回避我 你为什么不可以出来给我见面 你如果说你能跟我出来见面 我今天也不会这样 是我之前是很想把这种问题跟你说清楚 可是每次一打电话 你都那么冲动 说我是破坏你男朋友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后来更难听的话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说出口 你你现在是到那边 是不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你 我就是跟你说最后一遍了 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们两个是不是今天圈都好了 我真的没法跟你拨通了 金丽能不做什么 能有点基本的素质和礼貌吗 我这叫做实事求是 你实事求是 如果没有发生那么多事的话 我也不会这样 那行 那我们都走 你一个人在这说可以吧 好不好行 你一个人说 来了不就是解决问题的吗 我来吧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